广播电塔日前遭到直升机冲撞毁损 机上的四人死亡 而且其中还包含一名未成年 现在是发画面曝光 我们看到镜头前的光点是不断移动 随后就出现巨大闪光 因为夜晚视线不佳 所以这架直升机不幸撞上 300多公尺高的广播电塔 随后就坠毁在休斯顿市中心的东侧 那么据了解 照射的直升机不是军方所有 而是观光用直升机 而最新调查也显示 事故发生前几天 广播电塔的照明灯已经故障 就已经有通报飞行单位 但还是不幸发生了意外